呼籲民众不要趁着疫情期间 抢便宜的机票出国去玩 因为在昨天所公布的案54确诊个案 先是在228廉价期间 快闪到泰国三天两夜游 回来之后短暂上班了三天 他又跑到北海道去玩 结果在15号确诊感染了武汉肺炎 一次这名男子同公司的同事就上网爆料说 其实公司里头早就有人劝过他不要出去玩了 不过这名男子却因为机票便宜 坚持出去玩结果染病 甚至一度骗公司说 他只不过去日月谈完 结果实际上是跑到了北海道 现在公司同事都必须要跟着被隔离14天 而国内也有麻醉科医师就说了 这样的行为其实非常故意 另外更有医师在领书上建议 要针对非公务旅行跑到疫区 导致被感染或隔离者 相关的医疗跟隔离费用都应该自己来付 武汉肺炎疫情打乱机票行情 就连亲民廉价非曼谷来回机票最低4000有找 但非常时期真的别乱捡便宜 国内新增的第54例武汉肺炎确诊个案 证明北部30多岁男性 就疑似不管旅游疫情警示 在228年假先快闪泰国三天两夜 回来短暂上班三天后 又四天快闪北海道 一周内连两次出国 不料回国后 3月15号确诊武汉肺炎 这种没有必要的旅行 千万要忍一忍 带回台湾来 大家都得不偿失 可以不出国尽量不出国吧 尽管指挥中心一再呼吁不要出国 但疑似确诊个案的同事上网爆料 说在公司一直有人劝男子不要去很危险 但他很坚持就因为机票很便宜 而且最初还骗公司 需要到日月潭 没想到却是跑到北海道 现在整间公司被迫停止上班 自主隔离 国内麻醉科医师邱志庆就痛批 这行为非常故意 而且去一个还不够 还去第二个 大家可以共体时间 别再出国了吗 因为感染武汉肺炎和流感不同 很可能留下永久伤害 急诊医师白永家则建议 冒医时期针对非公募行程 前往疫区而隔离者 不只不应该领取隔离费用 相关费用更得自负 而非公募行程到疫区 进而感染的 除了应该自费治疗 连身旁被迫隔离检疫的人 的相关费用也应该全全负责 倘若是企业公募行程 那所有费用也该由企业买单 指挥中心现在也着手严拟 民众到旅游疫情建议 第三级警告的国家 进行非必要旅游 可能无法领取 每日千元的防疫补偿等 相关陈储规划 就是希望防堵疫情 全民有责 谢谢 中文报道